谢谢 谢谢王教授 各位大家好 早上大家好 这个 多谢大家会邀请我讲 这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觉得 一个金融市场 这个国际化 应该有四方面 这四方面呢 是商负商城的 第一个方面 就是市场化的国际化 第二方面 就是这个 客币 就是currency的国际化 第三方面 就是监管 监管 水准的国际化 这是regulatory regime 第四方面 这是人才的国际化 这是human capital 所以呢 我们看我们国家 这个国际化 金融业的国际化 应该从这四方面去看 所以我就是 为这四方面 讲一讲 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 也不一定准 但是我要讲一讲 我的看法 第一方面 就是市场的国际化 自从我们国家 2001年 进入这个 加入这个 WTO之后 我们是 希望 慢慢开放 我们内地的金融业的 走出去 和外资金融机构 引进来 已经做得不错了 开放 已经是进行了 但是我想讲一讲 就是在银行来讲 引进来 到2014年底 15个国家 和地区的银行 在中国 有38家 外乡独自的银行 有2家 合资的银行 和1家 独自的财务公司 26个国家 和地区的66家 外国银行 在中国 卸了97家分行 47家 47个国家 和地区的158家银行 在内地 有182家代表处 你听 一听 这个数字很大 但是 对不起 到2014年底 所有 外资银行 在我们内地的 所有的银行的 总资产的 28,000元 只是我们全国 所有银行体系的 1.6% 只有1.6% 很小很小 对吗 好了 我们国家的银行 走出去又怎么办呢 我们呢 国家的银行 在 警戒机构啊 这个总资产 现在有 差不多 1万5千亿美金 这个 规模是增长得很快的 是比 2008年的时候 是3.5倍 所以增长是很快的 但是 最厉害呢 就是 全球 前1千家 银行排名之中啊 现在我们中资银行 已经到到 111家了 高于 另外这个 Brick 就是所谓 什么 Brick就是 叫什么 金券四国 其余三个国家的总颗 他们总颗 有105家 就是说 Russia 俄罗斯 印度 India 跟这个 Brasil 巴西 加起来才有105家 我们国家有111家 所以走出去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走得不错的 那么我们看看 保险业好吗 保险业 2013年底 15个国家的 保险公司 在内地 有56家 外资的保险公司 但是 他们这个 市场这个 建有率 大约是 5个%左右 2013年底 有12家 中资的保险公司 在中国 大陆以外 地区 切了 这个公司 所以 做得不错 竞券业 这个呢 最近当然是 我们很注意 一个 一个 成分了 2013年的 12月 外资竞券业 机构 在内地 有 166家 代表处 其中 境外的 竞券公司 有126家 境外 资产管理公司 有40家 13家 可置的 竞券公司 48家 可置的 基金管理公司 3家 可置的 期负公司 但是 外国 竞券商 的参与 估计 所有 我们 国家 这个基金 这个市场 那个 建立 这个 基金 大约是 1%左右 所有这个外资 建这个市场 只有1% 很小很小 所以 所以这个总结就是 最近 过去 差不多 十七 十六年了 十五年 十六年了 中国的金融业 国际发 是 很快 发展得很快 但是 卡关键 来讲 今天我们 国家的金融业的 开放水准 总体上 是比 我们中国 经济 对外开放的 部分 是 慢的 与 国际 先进水平 比较 中国的金融业 还有 很多很多 改革 开放的空间 这个不是批评 这个只是说 这个 卡关的标准 银行业方面 我们刚才讲到了 只有 1.6% 加上 外资通过 参股所持的 股份 也不过 5%左右 就是有一些银行 是可治银行 可治银行 我们记下去 只有5%左右 OECD 金融其他四国 在2009年 已经是 12%到15%左右 世界平均的水准 为13% 比内地 水平高很多 保险业方面 我刚才讲过了 不超过5% 这个是落后于欧美 在亚洲 也是蛮低的 所以 在市场 开放方面 我觉得 我们国家 这个国际化方面 是还可以 做多一点功夫的 刚才我提到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 人民币 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 也有很多 进展 发展 包括 境外的人民币 全份 已经达到 1万个亿 人民币 债券 4500个亿 差不多 三分之一 中国的 墨益 是用人民币 来借券的 人民币 也是最活跃的 客币机 在米金 EUR 这个 PALM 跟YEN 之后 这是第五个 最活跃的 客币 但是 目前 80个%的人民币 交易 仍是在 仅内 99个%的 权额 仍是在 仅内 人民币 债券 98个% 都是在 仅内 这个比美国 三分之二 在 offshore 做这个 FX 就是这个 外币交易 米金 30个% 这个 存分 是在 外面的 比 这是很低了 所以呢 就是 这个 空间 算是很大 刚才我说 我们中国的 贸易 是用 人民币 来 借券的 很多 但是 比 这个 米金 米金是 从我们 全世界 这个贸易 里面 44个% 是用米金 借券的 EUR 是28 我们 人民币 是2.1% 所以说 这个 人民币 国际化 还要 下很多 功夫 但是 我自己 同意 这个资本 这样 开放 虽然是 有限 但是 我是 暂行 在这方面呢 要 非常小心地 处理 不要走得太快 加监管水准的 水准的 过去法 刚才是我 第三点的 就是这个 Vegulatory regime 这方面 中国 肯定呢 特别是 过去 两三个月 大家见到 这个股票市场 这个表现 肯定是落后了 对吧 这个是 这个 不要自己骗自己 说自己 过去水平啊 什么 做得很棒 不棒 一点都不棒 这个我也不讲了 这个 人才 过去法方面 我们要 深发改革 要完善 自身的 风险 管理能力 就要 走出去 就要 人才 就是这方面呢 还有很多 进步的空间 为什么要一个 金融市场 对国家的发展 有什么好处呢 刚才我的老朋友 两个人说 得人生 得天下 在经济领域算 我觉得 得金融 得天下 你金融做得好 你国家发展 都肯定好的 所以这方面呢 国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么 香港 我们在 可以在 内地的 国际化 金融国际化 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香港 我们是很多游戏 之前很多 很多 这个港姐 已经讲过了 我们有法制 Common Law 我们有 人才 我们有 Infrastructure 基建 我们有 监管 水平 非常高 Vegulatory Regime 做得非常好 那么 今天 我有三个建议 三个建议 第一个 就是 在 人民币 国际化 过程之中 香港 应该扮演 更积极的角色 这个 查太太 有一个 这个 金融发展局 FSTC 她的报告 写得非常好 如果是 大家有机会 看看 查太太 这个 金融发展局 里面提出 很多 关于 人民币 发展 这个建议的 包括 我自己觉得 包括 人民币 Vipo Market 维扣市场 包括 人民币 这个 外卫 起货产品 包括 发展 发展 人民币 债券 发展 人民币 这个 基金管理 等等 都是 非常地好的 所以 我觉得 特区政府 应该 跟 中央政府 多研究 这方面 多发展 我们人民币 这个 国际化 这方面 特别是 李总理 刚刚在 Summer Davos 已经提出 把这个 人民币 放进 这个SDR了 这个 这个我觉得呢 是人民币 国际化 这个 一代部 那么 香港在这方面 肯定 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的 第二个建议 这是 刚才 我们特首 在开幕的时候 讲 这个 适度有为 陈居然也 讲过了 适度有为 这个政策 我觉得 这个适度有为 是非常重要 在今天 这个 环境之下 所以呢 我觉得啊 特区政府 应该 像 内地的银行 特别是 西大银行 那今天呢 我要做这个申报 我是农行的 独立董事 我为什么 这样讲呢 我说 我就建议 特区政府 向 内地的银行 发出一点 优惠的条件 吸引他们 来香港 有三个部门 可以放在香港 一个是 国际的部门 就是 International 另外一个是 财机的 部门 就是Tresuary 第三个 就是 私人银行 Private Bank 这三个部门 其实放在香港 是最适合的 因为 香港 有人才 香港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条件 把 这些人都放在这里 但是 很多人跟我讲 很贵啊 香港很贵啊 怎么可以放在 那么多人 在香港 不行啊 哎 有办法 前线的行进人员 放在香港 后勤的 放在前海 就可以了吧 对吧 前海很近 又便宜一点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我觉得呢 是相应 其实 也不是 这个很特别的建议 为什么呢 这样这个 有些银行啊 叫Deutsche Bank 他们 这个总部 是在德国 Frankfurt 但是 但是其实 他们最 所有很多 这个部门 都是放在伦敦的 金融中心 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香港 应该跟这个银行讲 来香港 把你们三个部门 放在香港 给你们一些优位 为什么不可以 还有 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 大家可能 都记得 中央领导 当年 是很开放的 请我们的 查太太 去 中进江 当副主席 当时我们 这个 居荣基总理 很厉害 就说 请查太太过来 当 这个中进江的 副主席 我几天就想了 我说 如果我们这个 香港要国际化 要做这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不找一个 香港人去当主席啊 那当年 主席很厉害了 这个 这个是国家 走出去的一带步 这个是我 很大胆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 如果国家 可以这样做 在国际市场上 肯定是 有一个很大的 进步 给投资者 一个信息 当然 在人才方面 我们也可以 请一些 中进江的人员 来香港 工作 互相交流 对吧 所以呢 就是 王教授 不好意思 你说是20分钟 我讲好像多一点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马教授 先请 把博士 谢谢 主持人 我想 就金融方面的